最近央行公布了一个数据 截止到今年7月 全国住户存款一个68万亿 中国人口差不多14亿 粗略算一下人均不到5万 其中的存款重灾区在35岁以下 就根据中国养老前景报告的数据 35岁以下6成的人没有存款 剩下4层每月平均存款不到1400块 那我们的钱去哪的呢 分析下来大概有三个去向 首先第一个是楼市 房地产吸收了大量的存款 目前咱的房价真的算是在高位 年轻人买房虽然不是每一个 都掏空6个钱包 但首付加上每个月的房贷 对于咱存不住钱 掏空爸妈存款 绝对是个主要的原因 其次是消费市场 带走了大部分的收入 挣的钱还远不够支出了呢 而且还有一些不可避免的支出 举个例子 教育支出 花在孩子市场的钱越来越多了 现在养一个吧 不说从幼儿园开始 就有各种补习班 文化课兴趣班了 光上学名额就非常的耗钱 要么买套学区房或者学位房 又小又贵 直接套钱买名额 交个责扫费 前一天开学 我一个朋友给小孩报名呢 责扫费一次性交了10万块钱 高二高三每年还要多交2万 三年下来就是14万 另外存款利率走低 也是很多朋友不愿意挣钱的原因 我记得以前大伙非常喜欢去银行存钱 不光送油送米 而且利率很高 我查了一下过往的数据 90年代存款利率 基本上都在百期以上 最高是93年了 接近11% 这么高的利息 而且又非常安全 老百姓当然 销尖了脑袋去存款 对比一下现在的存款利率 存款利率最高的是 多数银行五年定期 才2.75% 完全跑不赢通胀 即使是目前收益表现 不太好的余额宝 都比它强 都保抢出了 都要不再多多了